我當下認識你吸引我的情況 可能是因為你流年展現出來的 結果你換一個流年之後你變了 那我當然就會變了 或者是說你不變 但是我變了啊 古代會有百年好和 那個是因為啊 犧牲掉女人的自主權而得到的 老娘為什麼要嫁雞隨機嫁狗給狗 我明明就是一個人 我為什麼不能嫁給人 那當我嫁給你的時候 你以前像人 現在像狗 我可以做選擇嗎 我可以不要啊 好同學啊 有在學習命理的 或是有常去給人家算命的 我們常看到一下講說啊 在台灣算命啊 不管你會不會 你是不是真的有學過紮實的命理學 你有一些社會心理學 當然就可以開業了 因為只要是女生來 大概年紀過40歲的 只要是問感情 你只要跟他講說說 哎呀你啊 就是適合晚婚 或是說哎呀你啊 感情啊就是不順利 所以說哎呀你啊 大概可以中50% 現在的社會啊 那個大家感情有問題的人啊 這麼的多 台灣的離婚 10年內的離婚率高達50% 所以啊中獎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一直都有一個論點是什麼呢 就是啊 你的夫妻工之內 如果做的是孤寡心 建議你應該要晚婚 或者找一個離婚的 這樣子到底合不合理 我們先不管夫妻工內有孤寡心 要不要做這樣的選擇 現實的情況是啊 你的夫妻工之內做的是破君心 那不是孤寡心了吧 熱情而浪漫 感情豐沛 可能老師也會這樣建議你 你做的是同樑對拱 同樑四害位 同樑同工 可能老師也會這樣建議你 為什麼 這些都不是孤寡心啊 可是他為什麼一樣這樣子建議你 原因在於什麼地方 原因在於啊 第一點 凡是女生來算命 都告訴你這個答案 通常中一半 這跟大家講過 古代會有百年好合 那個是因為啊 犧牲掉女人的自主權而得到的 那現在當女性主義高漲的時候 女人開始知道她自己的權益的時候呢 她開始就會想啊 老娘為什麼要 嫁雞隨機嫁狗給狗 我明明就是一個人 我為什麼不能嫁給人 那當我嫁給你的時候 你以前像人 現在像狗 我可以做選擇嗎 我可以不要啊 那我為什麼一定要呢 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有上過我們課的學生就會知道 人的夫妻功啊 只會代表你天生的感情價值 可是你會隨著你時間的不同 感情價值就會變動 會不一樣 除了李奧納多 他一輩子都喜歡25歲的 否則呢 大多數的人他都會 隨著年紀的不同 喜歡的人 喜歡的年紀也會不一樣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時候 或是我跟我老婆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這麼的青春美麗 結果後來呢 他開始變得很 或者是說呢 我老公剛開始的時候呢 對生命有熱情 然後呢 有夢想 結果呢考上公務員之後呢 開始啊 每天只想要坐在那邊 能混就混 能撈就撈 那他變了嘛 那他變了 我們不會讓他好或是不好 我難道就不能有所選擇嗎 我買一間房子 那個房子裡面鬧鬼 我還可以把房子賣掉 那我如果嫁給一個人 他後面變成鬼了 那我難道我不能離開他嗎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人生的自由 那當這個人生的自由的權力 慢慢被重視的時候 自然而然 分開的機會就會比較多 因為啊 就命盤上的角度來看 我當下認識你吸引我的情況 可能是因為你流年展現出來的 結果你換一個流年之後你變了 那我當然就會變了嘛 或者是說你不變 但是我變了啊 那所以本來感情啊 就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不管你的父兄做什麼心 其實我都告訴你說 哎呀你應該要晚婚都會對 哎呀你應該要找一個 那個離過婚的可能也會對 為什麼呢 因為啊 第一找離過婚的呢 你不容易接受 所以你不會認真的去找 第二呢找離過婚的啊 通常這句話的意思是因為 他已經受過婚姻的折磨 他大概比較知道啊 怎麼好啊 處理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原因其實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說孤寡心的人就會如此 會有哪些是孤寡心 天機啊天涼啊七煞啊舞曲啊 或者是裡面做寡術嘛 那實際上呢 那就表示說這些人呢 他自己在感情上面 會有比較清楚的價值 然後會有比較清楚的自己要幹嘛 那如果說這些所謂的孤寡心是 他比較清楚他的感情一定要什麼東西 他不願意妥協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要去面對到社會的壓力 說你老了啊 趕快娶一個啊 趕快嫁一個啊 那他只好亂找 亂找的結果不符合他的想法 那當然他最後就會受不了 問題是桃花的那一批 通常大家也是這樣跟他講啊 桃花那批這樣子跟他講 因為在年輕的時候 你有很多的選擇嘛 那你就這個想要挑一下 那個想要挑一下 那個想要試試看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自己的心沒有辦法那麼的穩定 或者是說你有太多太多的魅力可以吸引得到 即便你已婚還吸引到很多新人進來 那這個時候當然也會告訴你 那不然你年紀大一點 你玩都玩夠了 那你再去找適合的另外一半 是不是說要找離過婚的背後的意思 其實是一個對於兩性 對於家庭跟對於感情比較成熟的另外一半 而不是離過婚的就是比較成熟的 有的時候往往離過婚就是因為他不成熟 離過婚他還是不成熟 那你再找他 那有什麼用呢 可能對他來講 拜託他都已經離過一次 他不在乎離第二次 更容易離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討論這些 命理學上的觀點的時候 那老師講出來這樣的話 要去思考一下是不是這樣是合理的 或是其實你認真的理性的去分析一下 發現那根本就是Bushet 他沒有在幫你解決問題 沒有辦法認真的幫你找到一條路 而是只是一個為了要收你的錢 隨便給了你一個答案 一個話數這樣子而已 有過寡心的到底要不要找沒有結過婚的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講 不管你是什麼心 你都要找你會愛的那個 當你覺得不愛了或者他不愛你了 那也就可以馬上分手 因為百年好合從頭到尾就是儒家教育在欺瞞跟欺詐 女人創造出來的神話 人生為什麼一定要去找一個人陪你走一輩子 你的生命為什麼不能讓很多人來豐富 以及當兩個人不適合的時候 為什麼一定要勉強在一起呢 這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嗎 希望大家都可以戀愛幸福美滿 珍惜身邊的人對你的好 但是一旦不好了 我們也不要硬槍球 那也不要再去相信說 命盤上面那些命理師跟你講的 哎呀你不行啊 你就是一輩子婚姻都不好 一輩子婚姻都很糟 那你要很晚婚那到底要多晚才算晚婚 30算不算晚還是40還是50 我阿嬤的年代20歲就算晚婚了 怎麼樣算晚你解釋一下 所以不要去相信這些事情 如果說你要一直都換男朋友 你沒有辦法跟一個男生走到80歲 那你要感謝你自己 不用在80歲的時候 要幫一個中風的老人換尿布 而且要感謝老天 讓你可以在你的人生中 有這麼這麼多的機會去談戀愛 去享受不同不同的人豐富你的生命 謝謝大家